如果你真的对那个线条有爱恋 你又把它拿掉 你都会忘记哦 不要用钢笔线 你可以用水彩画线 用各种不同的笔来画线 但是脱离钢笔 那因为钢笔受限制 它的胖瘦快慢 虚实从而被限定住 如果你直接用水彩 你可以用任何一种笔 用水彩 甚至不是水彩 只要不是钢笔 你都可能可以把线保留化 那还有你可以发展一种画 叫做线性绘画 也就是你的画以线条为主 但不是用钢笔 你倒可以试试看 其实你可以常常常常试 各种不同的可能 只要你的思想是 你自己形成的话 你怎么改变 你的画还是会想你自己 我想这是 应该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那第二个就是 您是医生嘛 想一想开刀或医学里面有什么特殊计划 用到水彩里面去 这个很浪费很浪费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有关第一点 我也收到很多的指教 就是您说的这个签字笔 就是粗细都一样 没有力道 也没有这个强弱 所以最近在展览里有一张是用树枝 去河边捡树枝 让它干了消尖 然后沾墨枝 去画线条 有稍微这样的尝试 那有关于医学可以利用在这个规划上 人体试验 加一点什么药进去 药 药 这个好 我下次加一点ketamine看看 会不会舒服一点 有一些药我们不清楚 只有院长会做 回去就交代下面下属 所以我先做颜料跟医学用 会不会出现什么效果 要不然凸凸就好了 有没有 现在郭院长要跟大家好好谈 要不然你到医院就只有谈 哪一个这样痛啊 有点要吃什么药 在这边只有谈艺术的 没有啦 非常好 今天很感谢 我跟郭院长这样的搭档 可能不是 因为我们没有留守 所以 一开始就 就这样搬唱来了 我想 这个大纲 昨天 医院的张秘书 要我先寄给他一份 可是我在忙一个不治 然后孩子里面有 今天早上凌晨三点整理 就拨出来 就拨出来了 还好院长看郭宇佑批壳 就OK了 这个还好 因为用我教了四十年的书 这个经验 就针对我们院长做一种 逼问的方式 来了解他的绘画成长过程 真的非常感谢 我也知道很多 郭院长真的是很亲切 如果有机会去台南护中河医院 我不是医院的直言 我只是说去那边看病 绝对会很舒服 因为很多话 很多话 那另外有没有什么福利 我不知道 郭校长有没有 有没有把这个会 记录有没有记录 今天的记录 我们有录影 那边记录有你好好写一篇 这个是一项建议 建议 你这个很有价值 因为我们人不够 要好多人听到这个话 其实我现在国立艺术交易馆 有一个美艺商业館 你是必需委员 我是今年的一月那一期 是我章来 所以医师的画家 我已经是列进一篇文章 所以今天又增加很多东西 我还没写完 通苦中 对对对 通苦中 写完了我会先请您批课 要不然我会换智慧产权权上的文章 可能你签个名 我就可以大胆的登出来 是这样子 尤其很多图片 一定要尽求您的同意 你这个画标不得没关系 在这里演讲过的 发标过的 不需要批准 不需要批准 真的吗 不需要批准 OK 好 这个大家见证 院长说OK 那我就可以随便抓读 不是随便有计划的用 好 谢谢各位 今天 很感谢 我们今天的台湾水展画学会四三句的展览 场地之能 我们联系忙了好几天 那今天早上开幕式 下午我们中午有聚餐 接着我们这个活动 其实我在扮演李市长的角色 也尽力而为 真的是这样子 因为我从小到大 就是这样再过日子 我不会觉得很累 只是回家 回去就会想睡觉 但是责任在身 你睡不着 就像老师上课 觉得第二个打个睡 明明昨天没有睡觉 在讲课也睡不着 因为学生在前面 你绝对不敢睡 可是回到家里就爬下去了 很快就爬下去了 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 我昨天只睡三个小时 可是我现在精神抖擦 谢谢各位 感谢我们的 今天水彩画学会的活动 大概今天就算 正式的把重要工作都完成了 接下来就大家慢慢的看 我相信每一张画 你要认真办的话 从早可以看到下午 我还没有看过 这么大规模的水彩画展 除了公办的 但是公办的水彩都入前 二十张三十张 也没有这么多 那我们这边都是会员的 那种个人的精华 我前几天看到就有人说 哇 怎么会有这么多花样 有一位打电话还跟我讲 我要带我前班学生来好好看 这一点就表示这个老师他真的发现 太多面貌可以参考 所以 这里又没有限制你拍照 从第一张拍到最后一张 我们也拿你没办法 好 谢谢各位 好 谢谢各位 谢谢我 谢谢我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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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样太好了 那就不照相 林老师 林老师 你跟他讲